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今天是2024年7月15号 比特币在今早收盘收到了60800 我们周六的视频预估 比特币很可能是周末继续在57000到58000震荡 如果周一的收盘能收到57000之上的话 比特币今天就会大涨 没想到狗装周末就直接拉盘了 用今早的收盘来看 比特币的多头非常强势 把上周一直在60500那里的空军全部都爆完了 相当于周末直接往上拉了3000点 在59000那里留下了一个缺口 那比特币会不会去填补这个缺口呢 还是会继续向上 站稳61000之后继续一飞充天呢 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菲罗 提大的昨天下午1点半时候说 下降趋势线有一个突破 相当于比特币涨破了59000之后 就是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线 好这是提阿菲罗提大的观点 相当于他的提示又正确了 比特币确实突破了这个趋势线后上涨了 很不错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Lanserot 他在昨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说 特朗普赢得大选 将对加密货币带来难以置信的利好 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真不敢相信这是现实生活 好这是Lanserot的观点 昨天最炸烈的新闻 肯定就是特朗普遇刺哦 现在川普遇刺大难不死 美国很多人相信他是天选之人 提前帮他锁定了圣局 连一直不愿意公开战队的马斯克都投票给他了 都对川普进行了巨量的捐款 川普上来就会疯狂应钱 加密货币和美股都是利好 所以周末这一天庄家拉了这么多 比以太坊ETF利好拉的还多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风格 风格在昨天上午比特币上涨之后给了一个空单 限价59300 止损6万 只赢待定 接着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他说 在座等待 这里的行情不好做了 接着在今早亚洲收盘之后 他给了一个比特币的做多建议 限价60800 止损59185 只赢待定 好这是风格的报单 昨天上涨这个空单相当于亏了700点 今早亚洲收盘收到60800 他马上给了多 目前已经盈利了700点 还不错 风格这种老手一看今早收盘都知道开多 就像我们上周六说的 礼拜一收到57000到58000都算利好了 更不谈收到60800 丹尼也就是说61000是关键多空分割线 小伙伴们还记得吗 风格的多空转换真的快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风格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丹尼尔 他在昨天下午的直播中说 比特币目前重要支撑位 56800到57300美元区间 这是一个关键支撑区 有多个技术指标汇聚 包括锚鼎VWP和之前的低点 54000 作为次级支撑 如果上述区域被突破 可能会回落到这个水平 49000到47000 如果市场大回调 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支撑区域 重要阻力位 1.61000 短期内第一个主要阻力位 2.62000到63000 更强的阻力区间 突破这里可能意味着牛市延续 3.67500 丹尼尔提到的范围类的重要阻力位 交易策略 多军的话 在56800到57300美元支撑区间附近 寻找建立多头仓位 目标价位设在61000到63000美元区间 使用分批买入策略 在支撑区域多次小额买入 降低风险 通头61000美元附近 这是第一个重要阻力位 这里可能会有短期做工机会 但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交易 建议仅作为日类短线交易 不适合长期持有的空单 62000到63000 这是更强的阻力区间 如果价格达到这个区间 但未能突破 可能会形成一个较好的做工进场点 突破策略 如果价格突破63000 可以考虑增加仓位 目标看向更高水平 丹尼尔对比特币长期持乐观态度 认为突破新高后可能会继续上涨 关注时间表 丹尼尔使用菲波拉记时间周期分析 预计7月22号左右 可能会出现重要转折点 短期内上涨预期 预计比特币可能会在短期内涨到61000到63000 这个区间的重要阻力位 也是当前交易的主要目标价位 如果能突破63000就有很大希望新高了 可能会开启新一轮的上涨周期 如果无法突破上方阻力 也未能跌破下方支撑 比特币可能会在当前区域内震荡一段时间 好 这是丹尼尔昨天下午直播中说的 相对于他认为61000到63000这里阻力非常强 他昨天下午说的时候 比特币在6000附近徘徊 目前确实涨到了61000 现在正在尝试突破这个关键阻力区域 如果能突破 比特币就能去新高 如果突破不了 比特币会在57300到这个区间范围内震荡 随后丹尼尔就继续晒了一下他周末的多单 然后晒了一下他的球衣 好 这是图表冠军丹尼尔的观点 通过骚单说的话来看 比特币目前就在阻力区域之内 这里原地追多肯定不太明智 反而适合可以高位做空事吧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波浪理论刘玉东 他的今早8点半时候说 如果川普11月份赢得大选 可能出现的情况 美帝通胀回升 美元下跌 美股结束五浪上涨开始下跌 美帝经济陷入衰退 黄金大涨 大饼继续涨 好 我们要的就是大饼继续涨是吧 川宝一定要好好活到赢得大选 昨天不是他摇头晃脑 他的后脑袋就被击中了 非常的危险 现在离选举还有几个月呢 中间会发生什么都不好说 让我们持续关注川宝对比特币的影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 日线图 从最低点涨破58946以后 表示歪浪有可能结束 维持在54718以上 表示有望继续上涨突破59650 现已突破59650 从53485开始的上涨 或是绿线XX浪 或是歪浪内部的反弹 如果是XX浪 需要吃掉歪浪的0.7倍 即66443 今天观察蓝色虚线59650 维持之上则XX浪的可能性增大 好 这柳一栋柳大的观点 相当于如果要直接上涨的话 这一浪要涨到66443去 相当于就是突破Daniel说的63那个阻力位 突破63阻力位之后 Daniel是看新高的 柳大认为只要维持在59650之上的话 代表多军的量能就还不错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柳一东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米哥 好久没看米哥 米哥从上周末开始的转向多头了 他在前年的时候看好以太坊 看好PP 然后在昨晚10点半时候 给了一个59720的加仓比特币多单 突破后精准回踩线性坐标趋线 对数坐标 也是突破后回踩 然后拉回来 两个都有参考价值 然后在今早6点钟的时候他说 跟上德在评论区输出空狗 好就是米哥的观点 相当于他让大家59700加仓比特币的多单 从上周开始他一直在抄底比特币 PP还有SOL等一众山寨币 不错米哥这波牛逼了 相当于上周恐慌的时候他一直在加仓 各种山寨币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米哥的观点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P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开空的人已经被爆完了 装上电回6万就会把大份开多的人全爆完 多军量能最高3.9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全局爆仓图 在目前价格附近 开多的人比开空的人要多一些 这坨长长多军的爆仓围在5万7附近 量能的话只有2.5M 不算大 别的空军离着太远了 爆仓围在6万9 8万2 12万 他们就不做参考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OPTI跟比特币是一样的 空军被杀完了 只剩多军 这坨长长多军的爆仓围在3,160 量能的话是2.1M 以太坊的全局爆仓图 开多的人比开空的人要多一些 多军的爆仓围在3,000附近 量能最高只有1.2M 不做参考 今天的恐惧贪婪指数为33 很好 还是恐惧 但是如果能维持在20多附近是最好的 33有点上涨了 趋势线向上了是吧 现在炒币炒多了 看什么感觉心中都有一根趋势线 中毒了 从来讲 从BB伊格尔他们的观点来看 包括我们周六 我一直认为礼拜天会是正盘 礼拜一以太坊的ETF利好批准之后 就会迎来一波拉升 没想到昨天川普预习 比特币狗装狂欢啊 但是目前确实跟丹尼尔说的一样 走到了一个压力区间 如果这个区间上不去的话 比特币会继续在57到63这个区间范围内震荡是吧 今天白天应该没有什么黑天鹅了吧 那就敬紧期待 今天晚上以太坊ETF的审批结果 能不能让盘面直接日天哦 好 今天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实施暴乱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家务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